好 后面进一步说 On the other hand, your stomach would turn at an idea of frying potatoes and animal fat the normally accepted practice in many northern countries 他说 然而另一方面 你可能一想到用冻油炸土豆这个念头 马上胃口就觉得恶心要吐 而这个冻油炸土豆在很多北欧国家 却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一个习俗 一个惯例 就说明你看 你觉得那个不怕理解 但是你觉得不爱吃这个人家都特别爱吃 这还是照应开头的断手句 说为什么这个人谈到吃饭的时候完全不讲逻辑 这个句子结构还是先做一些语法成分的编析 On the other hand 是固定搭配 是一个短语做状语 就然而另一方面 表示转折了 然而另一方面 Your stomach would turn 在这里面白颜色的没有下火线的部分 就说你的胃口会觉得很恶心 咱们词误中讲过 这个turn 表示恶心范围 两个用法 第一个是不及物动词 用 stomach 当主语 第二个是及物动词 turn once stomach 让某人胃口觉得恶心 两个用法都行 这里是第一个用法不及物动词 用的完全正确 但注意后面 and the idea of frying potatoes in animal fat 注意这个破绍好前面的and idea of 整个到fat是结束 是一个时间状语 咱们以后讲and the idea of 翻译成一有某个念头的时候 注意在这是个时间状语 一有用冻油炸土豆的这个念头 马上胃口觉得很恶心 多恶心 多腻得哼 要吐 注意这个fying potatoes in animal fat 用冻油炸土豆 后面破绍好后面又出现一个名词端语 这是什么呢 the normally accepted practice in many northern countries 它中心名词就practice 这个practice不是练习 在这是习俗风俗惯例的意思 这在很多北方国家 是一个广泛被接受的一个习俗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是什么成分呢 就是做破绍号前面frying potatoes in animal fat 这个动名词短语的一个同位语 对吧 里面两个是一回事 动油炸土豆就是这个习俗 这个习俗就是用动油炸土豆 所以破绍号后面的名词短语 做前面这个动名词短语的一个同位语 这个句子语法相信大家已经完全理解了 但是这里面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叫做on the other hand 另一方面 这个咱们得好好白吃白吃 这里面出现一些重要用法 首先咱们看看这个一方面另一方面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或者on the other hand 都行 当然有的时候像本文中 它就没有出现前面那个on the one hand 只出现一个on the other hand 在这个时候后面那个hand就不能省略 如果配套出现前面出现on the one hand 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 后面再说on the other 就不一定非得写hand了 因为前面出现hand 后面可以省略 如果单独出现 但另一方面 那么后面这个hand必须有 这翻译成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如何如何 但是注意哦 这个一方面 另一方面一定是表示转折的关系 这两个方面是相矛盾的 一定是转折方面 而不是并列的两个方面 所以大家看这个字典 一定看着字典有英汉双结 如果没有英文解释 光是中文解释 这个字典不要买 因为中文太模糊了 你光看一方面 另一方面 就跟我们说第一第二不都一样吗 不对哦 这中间一定是转折 看英文解释 就能告诉你这是转折 而且所有字典的例句 你发现中间都是转折关系 一定不要用错 逻辑搞错了 这文章分数会受到巨大影响 中间是转折关系 而且on the other 或on the other hand 它本身不能当连词 它是个戒词短语 不能当连词 如果两个句子中间是逗号 那中间还应该有连词连接 那不是逗号是句号 那就没关系了 这个的注意 一定中间是转折关系 所以要英汉双结词点 有的人 我干脆就买一个纯英英字典 不用中文解释了 这也不行 因为有些字典的英语解释太难 你看不懂 另外关键是有些术语 你光看英语是不理解的 比如说有一种鱼 一看英文解释 这大白肚皮 有黑点 春天到大河口缠卵 这看了办 什么鱼 一看中文 大麻哈语 你不看中文 要命才不是大麻哈语 这术语还得看中文 但是这精确的含义 特别是动词名词形容词 这精确含义 看英文解释更准确 咱们看一个例子 他说一方面我想要一个报酬高一些的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喜欢我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这个怎么办 大家注意 but 是一个连词 所以它可以连接两个句子 但不能直接后面加on the other 这个不行 因为它本身不是连词 but 是连词可以连接两个句子 都好分开 这可以了 注意中间一定是转折 就是一方面 我这心情很矛盾 一方面想要一个报酬高一些的工作 那份工作报酬高 但是我现在又喜欢我正在做的工作 这次做的工作我很喜欢 每天很轻松 但一个月只有200块钱 这快饿死了 另外工作一个月给10万块钱 但每天得泡在缝坑里 这个不行 这现在很矛盾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看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 注意是转折关系 一定记住 新概念告诉我们了 如果单独用on the other hand 一定也是转折 它甚至类似于however 然而 另一方面一定有转折意思 这个得记住 这程度用的词 咱不妨多总结几个 都是中国同学容易翻译错的 比如说看这组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 很多中国人把它翻译成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个有问题 有问题 一定翻译成原因之一是 另一个原因是 记住后面一定要加原因 你如果把这个翻译成一方面 另一方面 有的时候就会把它用错 因为这个翻译的更大了 翻译的太大了 它的意思窄一定跟原因 原因之一是 另一个原因是陈述两个原因 而且后面不要说for another thing 那个thing要去掉 同样for another不能当廉词 它本身是个切词段语 我们看一个例子 why won't you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我说你为什么你不跟我一块到纽约来呢 你也那天来 我也呢 咱一块走多好 咱一块坐飞机多好 对 这人说不行我不去 for one thing I don't like flying and for another I can afford it 两个原因 为什么不去 原因之一是 我不爱坐飞机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掏不起机票钱 你给我报销行了 你给我买机票 我就跟你走 原因之一是 另一个原因是 注意中间的加n 因为for another本身 是不能当廉词来用的 要么你单独呢 把前面这个句号 这个逗号改成句号 f大写for another就可以了 注意这是原因之一是 另一个原因是 一定跟原因 注意 还有一种 叫not that but that 这个结构用的特别多 翻译成什么呢 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注意 如果单独not but 可以翻译成不是而是 但如果后面加连词that 一定翻译成不是因为前者 而是因为后者 一定后面跟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错的 第二个原因是对的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搭配里 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了 莎士比亚在Juli Caesar 尤里希斯凯撒里面成的出课 这么一句话 叫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 Rome more 不是因为我爱凯撒爱的更少 而是因为我爱罗马爱的更多 这是杀死凯撒那个人 为自己行为做辩解 他说了 我为什么不能弄死 我也喜欢凯撒 但是他活着对罗马不利 所以 可以噗 我们的同色 这么来说 翻译的简洁一些 不是我不爱凯撒 而是我更爱罗马 但确实后面是个原因的 大家看到了吧 举一反三的甚至可以 咱们用你看是对账的句子 可以用它来造句 比如说咱们看几个中文 造几个句子试试看 比如说我们说 不是我不爱你 而是我更爱自由 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我爱你 但是我更爱自由 爱你之后 我不许跟别的女的说话了 跟我妈说话 都得跟你先请示 爱你之后 我的工资都给你了 一个月给我两块钱 我存自用车的钱都不够 跟你就饿死了 所以我更爱自由 咱们只好分手 该怎么说 Not that I love you less But that I love liberty more 不是我爱你爱的更少 而是因为我爱自由 爱的更深沉 爱的更多 再说一个好一点 再说好一点 无爱无事 但无更爱真理 用这结构但就怎么说 不是我爱老师爱的少 而是我爱真理爱的更多 该怎么说 Not that I love my teacher less But that I love truth more 不是我爱我的老师爱的更少 而是我爱真理爱的更多 大家同样看到李老师如果讲错的地方 也可以在我的微博里边 微信里边跟李老师指出 说嘛 无爱无事 但无更爱真理 李老师搞不好也会犯错 世人都会犯错 所以这句话说的也不错 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这个的主意 好了 再回到剧中 后面还有个重要表达 叫at the idea of 你有某个念头 注意这是个时间壮语 这个 大佩希望大家牢牢背下来 叫at the of 叫一怎么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 大家说一怎么要马上就 一般都会用那个as soon as 这个结构 多图啊 咱们以后用这个结构 表达就更灵活一些 咱们看一下例子 she screamed at the sight of the ghost 她一看到这个鬼就尖叫了起来 at the sight of 固定搭配 就一看到某个东西就如何 ghost 鬼的 scream 叫女孩子尖叫 啊 尖叫起来 可以这么说 再换一个 she trembled at the thought of the murder at the thought of 就一想到谋事 她一想到这个谋杀 这起谋杀 就浑身颤抖 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以前讲过trumble 在第十课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讲过 叫颤抖 哆嗦 当时巨轮颤抖 也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这动词 把字母D去掉 留下字母E慢慢来 trumble trumble 就是一想到这个谋杀案 哎呀 浑身净凌打了一个冷战 浑身抖入筛康 可以这么说 那又说跟本文的idea有什么不一样呢 at the thought of 一想到这个事 at the idea of强调 一有某一个念头 本文中一有洞油炸的对 这个念头 具体的某个念头 所以含义还是略有差别 再看 she fainted at the news of her father's death 她一听到这个消息 什么呢 听说父亲的死讯 这个女孩子 咣当 晕倒了 倒霉事多让她赶上了 好像 at the news of 翻译成 一有某个消息 一获悉某个消息 就怎么样了 再来一个 she wept at mention of the accident 一提到这个事故 这女孩子抽抽的 抽抽搭搭哭哭起来了 这抽抽搭搭哭 这个哭 w e e t weep 一般过得是w e p t 叫wept 就好了 这女孩子 一提到 一提到 the add mention of 你看都是e 怎么怎么样 就如何 这几个结构可以顺便记住了 这个e提到 我们在户门中还会碰到 咱们看41课里边 它用的更复杂 在192页的第4行到第5行 192页第4到第5行 他说 Most of my friends live in a city yet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at a mere mention of the country 我的大多数的朋友 都住在城里边 然而他们总是怎么样 紧紧一提到农村乡下 马上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go into raptures 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特别开心 你看at a mention of 就一提到 只不过加个修士 mere mention 就紧紧一提到 the country 在这有语境 是农村乡下的意思 就不用到乡下去 一提到农村 哎呀 农村哪 农村就是我的沁殿 对吧 很开心 简直哎呀 不得了 讽刺这方面虚伪 你要觉得农村好 你可以办一个飞转农户户住农村去 为什么住在大城市呢 住在城市 享受城市美好 却偏偏说喜欢农村 这是一个讽刺 me at a mere mention of 就是仅仅一提到 就如何 这个可以顺便同时记住 好 本文中说 等一有这个念头 什么呢 动物油炸土豆 这是什么呢 后面同文语出现了 动物油炸土豆是在很多北欧国家 一个很普通的广为接受的这么一个习俗 accepted 就被接受了 司空见惯了 practice一定注意 这不是练习 也不是实践 尽管它有这个意思 再次是风俗习惯惯例 惯常性的做法 有很多人都这么做 practice就是风俗习俗惯例 这个意思而且相当常见 在这里面相当于名词custom 或者是tradition 跟老师再大声分别读一下 practice custom tradition 都是风俗习俗惯例 这个得记住 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常见的短译 a bad practice 就是我们说的不正之风 a bad practice 就是一种不好的大家习惯性的做法 这个风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种风气 大家都这么做 比如医生收红包 就是个a bad practice 一种不正之风 就用它 本文中是习俗 风俗惯例 就是您爱吃章鱼 别人不爱吃 你无法理解 另一方面人家爱吃这个动物油炸土豆 北方国家 你一想就觉得胃口恶心 这恰恰印证第一句话 人们谈到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根本不讲逻辑 根本不讲逻辑 当然这个Northern Country指的北欧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本文中不是假设 你住在地中海地区吗 地中海地区是南欧 它的北边就北欧 欧洲北部地区 而不是中国东北 后面作者说了 他说 The sad truth is that most of us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eat certain foods and we stick to them all of lives 这个句子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稍微复杂一些了 The sad truth is 这个令人遗憾的是实事 主语系动词 从Ned开始到句末 当然是表语结构 这整个是主系表结构 Ned是引导的表语从句 表语从句属于名词性从句的一种 因为表语是可以用名词充当的 咱们以前说过吧 名词性从句 包括主语从句 宾语从句 宾语从句 表语从句 和同位语从句 这是名词性从句里的表语从句 因为主语 宾语 表语和同位语都可以用名词来充当 所以他们发挥名词功能 叫名词性从句 这是表语从句 表语从句里面说 我们大多数人 Helping brother 被拉不大之后 结果天天吃某种食物 to eat certain foods 这个画横线的协底字 这是个结果状语 被拉伸大之后 结果天天吃某种食物 这是个结果状语 and 表示病例关系 并且我们一吃就是一辈子 一辈子都吃的东西 从小吃熟豆 到老了以后 到死的时候还吃熟豆 这个一吃就一辈子 stick to 就坚持维持不放弃 咱们在以前 在这个第一课就说过 stick to 坚持维持不放弃 all of lives 就一生终生 咱们在第九课也说过 好 好我们看看里边的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要注意这个 the sad truth 不能翻译成这个伤心的事实 事实本身不伤心 这得翻译成令人遗憾的事实 相对regretable 令人遗憾的事实 unfortunate regretable 令人遗憾的 很不幸的 不能翻译成伤心的事实 这个意思相当常见 我们把同一词也读下 unfortunate regretable regretable 令人遗憾的 很不幸的 不幸的事实是 这个事实令咱们不愉快 就这么一个 我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he made a sad mistake 不能翻译成 他犯了一个伤心的错误 这错误不会伤心 翻译成什么呢 他犯了一个很不幸的错误 他犯了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 眼看成功 就一朝不慎 功败垂成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 注意本文中 正是这样的意思 甚至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在老友记France中的一个片段 你看把这片段咱们看一看 也出现了类似直播 他是父死Sadly 咱们先听听看是怎么说的 I guess I set up the video camera to try and entice Joey But sadly I could not be enticed 这个片段呢 很有趣 就是当时呢 这个Monica 大家可能有的同学看过 这部老的美剧 当时跟Chinder两个人呢 正在偷偷的谈恋爱 都瞒着朋友们 后来两个人在玩一些情调的时候呢 也就被人发现了 说你的床铺旁边弄一个摄像机 要把床上情景拍下来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Monica她不想知道 她跟Chinder两个人在谈恋爱 就瞎说 I guess I set up the video camera to try and entice Joey 我猜呢 我设置好的摄像机 是为了试图勾引 Joey 大家回忆起来吧 这个entice 勾引 这个我们在第九个 飞猫讲的吸引 fascinate 讲过这个词 这是复习的等于 try and do 在口语中怎么说过 就是try to do yeah try and entice 这个Joey说 but sadly I could not be entice 但很遗憾 你勾引不动我 就是我不能被你勾引 就是说 凭你的小样 想勾引我 换个美女差不多了 Sadly 就unfortunately 很不幸的是 你勾引不动我 这个视频片段 咱们在第九个看过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咱们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 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I guess I set up the video camera to try and entice Joey but sadly I could not be enticed 所以看到这个sade 不一定是伤心 这是表示令人遗憾的 sade不一定伤心 有趣的是happy呢 不一定是高兴 happy可以做sade 反一词 翻译成幸运的 非常幸运的 我们看到第三人四课的题目 叫做 a happy discovery 一个幸运的发现 就不能说一个高兴的发现 happy here means fortunate lucky 幸运的 所以看到sade和happy 这一对词 可以同时记住 它们都有这个重要的 这么一个排声音 甚至到了我们在 这个这个这个 第四册 还会见那个习语 the happy few 不能翻译成高兴的那些少数 翻译成幸运的少数 这是固定习语 这些少数人指什么呢 指那些这个 一出生 家里就特别有钱 有势力的 那些幸运的少数 爸爸是大富翁 是大官僚 这些幸运的人 the happy few 不是高兴的 是幸运的少数人 好 本文中说这些很不幸的事实是什么呢 表玉丛就说 我们大多数人 most of us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eat certain foods 我们先看这bring up bring up这个搭配呢 本身是比较简单的 bring up somebody 像raise somebody raise咱们讲过叫养育抚养嘛 所以这把母人拉扯大 被把母人抚养成人 拉扯大 这个意思 你看 he was brought up 或he was raised by his stepmother stepmother 就是继母了 就她呢 是被继母 被后娘拉扯大的 这个拉扯大的 可以这么说 这个stepmother 叫继母后娘 可以这么说 咱们就劝寡妇呢 咱们再改嫁 我们经常中国人这么说 得了寡妇 再走一步吧 别 别担着了 再走一步吧 再走一步吧 劝她改嫁呗 走了一步的妈妈 不就继母吗 这就很好记了 所以这个被继母拉扯大 可以这么说 但是本文中后面be brought up 再加to do 这是习语了 字面意思没拉扯大之后 结果做了事 但是放在一块 其实可以当习语来用 就直接反映了 从小就怎么样 这个习语得记住 be brought up to do 从小就怎么样 本文中带进去 这好翻译了 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就吃某些种食物 并且我们一吃就是终生一辈子 从小就怎么样 咱们再看54克 也出现这个搭配了 可现相当常见 244页 课文第一行 244页第一行 他说 we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fear insects 不能翻译成 我们被拉扯大 就为了害怕虫子 不同顺呢 我们从小就害怕昆虫 一看大蜘蛛就害怕 到老的时候还害怕 从小就怎么样 可以这么来说 同样我们看当年一道高考的阅读真题 I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believe that it is proper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charity 我从小呢 就认为 就相信 我们应该为慈善事业做贡献 捐款捐物 这是正确的 proper 这是适当的 应该这么做 这是从小就怎么样 这个charity 表示慈善事业是不可数的 慈善机构可数 慈善事业不可数 那么这个句子简单 我们看一个复杂一点的 这个是在大学英语六集一道阅读真题 六集真题 这个句子复杂一些 咱们来看 他说 And perhaps all those successful college graduates would have been successful whether they had gone to college or not This is heresy to those of us who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believe that if a little schooling is good more has to be much better 这句话呢 可能有些复杂的地方 他说 并且呢 可能所有那些成功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都可能会怎么样呢 他们都可能会成功 无论他们是否上过大学与否 其实他们没上过大学 可能也会成功 这would have 这是过去的一个虚拟了 就可能没上过大学的话 他们可能也会成功 这是作者观点 作者后面说了 This is heresy to those of us 这个说法 就上面这个说法了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 不斥于是异端邪说 这有一个高级词汇 就是异教观念 派生意 就是异端邪说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heresy 再来一遍 heresy 叫异端邪说 异教观念 派生意是异端邪说 这个不斥于是异端邪说 叫this is heresy to somebody 这个结构甚至可以背起来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的异端邪说 对哪一个人 who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这是从小就来 我们从小就认为 如果有一点教育是好的 更多的教育一定会更好了 你怎么会说他没有上过大学 也能成功呢 上大学一定更好了 这是这么一个 你看这个schooling在这也是不可数名词 schooling here means education 就是教育的意思 记住啊 schooling叫教育不可数名词 如果有一点教育是好的 更多教育一定更好了 那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上面这句话 对我们来说 就不斥于是一个异端邪说 你看从小就怎么样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do 从小就如何 这个结构顺便可以记住 本文中就是 我们从小就去干嘛呢 eat certain foods 吃某些食物 牛腿有疑问 李老师 您不是说那个food 表示食物是不可数名词吗 是的 李老师说过 但食物 表示数量是不可数的 表示种类是可数的 本文中的certain foods 相当于certain kinds of food 这个时候food就不加意思了 某些种类的食物 某种食物 而不是某一斤两斤的食物 数量不可数 但是种类就可数了 好多好多词汇都是这样 数量不可数 种类是可数的 你像茶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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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tea 叫七茶 不能说make a tea 这个是不可数的 但是表示茶的种类 是可数的 我说龙井 is a famous tea 龙井 is a famous tea 龙井是一种著名的茶 这就可数了 本文中的food 还是表示种类 并且还怎么样呢 and we stick to them all of lives 并且我们一吃就是一辈子 这是复习 stick to something 可以换成keep to something 叫维持坚持不放弃 keep to 也有类似的含义 维持 就是一吃就一辈子 all one's life 终生一辈子 这个咱们以前在第九课 飞猫那个时候讲过 all one's life 也可以用throughout one's life 这个life是可数的 把这个all可以换成throughout 终生一辈子 I love China all my life 我这一生都爱我的祖国 一个说 I love China throughout my life 我这尽行兽 终生一辈子都爱中国 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这一辈子都爱吃土豆 在这里面 all of life 我们一生都吃这东西 第一段的整个来印证一下观点 就是我们当谈到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的时候 是相当不理性的 好 第一段结束之后 第二段作者给咱们讲了一个有趣的作者的亲身经历 来证明有人爱吃蜗牛 有人特别不爱吃 第二段更精彩 我们第一段跟老师先学到这里